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其实我们并不是纯粹地去做硬核音乐 就是我们砸扰了很多的其他的东西在里面 把各种东西来融合到我们的地面 打赏我们自己的东西 音乐的创作的灵感其实来源于很多方面 主要是来源于生活 也包括我们现在时事所发生的一些热点啊 社会事件啊 基本上就是说一是文学 二就是它想象 三就是说生活 埋怨生活 观察